特朗普政府退群退上瘾 美国鹰派又挑衅 提议废除中美第三个联合公报 扳掉美军对台军售的绊脚石 据美媒报道 前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 中国事务主任博斯科日前扬言 美国应该考虑废除美中第三个联合公报 即影响对台军售最大的817公报 他声称该文件有重大缺陷严重伤害美国利益 817公报是继上海公报和中美建交公报之后 中美间达成的又一历史性文件 它是半岛战争和越南战争以后 吃了亏的美国人的明智选择 美方承诺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 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解决 特朗普政府自上台后 不断以台湾为筹码围堵中国 刚刚批准对台军售3.3亿美元 却指责中国自己把台湾拉进美中战略竞争 美国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 如此制造麻烦 实在是决心叵测 再次向台独分裂行径发出错误信号 新华社评论称特朗普政府上台后 不断以台湾为筹码围堵中国 更在对台军售变本加厉 种种作为都显示美国将台海局势玩弄于股掌之上 试图以两岸中国人的利益来 服从于美国国内政治需要 有网民说得好 台湾能成为筹码是因为中国还顾及中美关系 如果中国断了想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念头 这个筹码也就失效了 都是敌人了还在乎你在做什么坏事 有本事美国把最强装备卖给台湾 双方开肝 废除是不会的 嘴炮是要打的 台湾还是要用的 美国人要真废除公报来表达强硬 和不直接与台湾建交 或者直接派人建筑台湾 这应该更能表明强硬吧 废除就是摊牌 还怎么讹诈中国 欲使其灭亡 必先使其疯狂 废止中美联合公告 等于失去了中美建交的政治基础 后果是两国断交 那真的是地动山摇 反分裂国家法可不是摆设 美国想让大陆早点启动统一台湾的战争 非常好 大陆人民早就不耐烦了 台北市长柯文哲接受彭博社专访时说 台湾必须对自己有清楚的认识 它不过是美中强权对抗下一个架上的商品 不能高估美国在中国对台动武时 会出兵防卫台湾的意愿 本来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被美国人慢慢掏空 早已名存实亡 美国从来就没有认真遵守过 中国也根本就没有指望三个公报 能遏制美国人的冲动 美国废不废三个公报 台湾都是中国领土 美国只要敢越过中国红线 中美发生冲突就是必然的 任美国政客上蹿下跳我自微然不动 美国人什么时候真正遵守过任何公报和承诺 一切都是以利益为前提 台独抹不掉历史 但历史会抹掉台独 最后解决问题的还是靠我们的实力 靠我们强大的人民军队 靠我们的核武器和东风快递 真到了我们实力强大到连美国人都忌惮的地步 台湾问题就不是问题 是什么事情 现在因为是我们的家庭 都是专家的中饭 不停与制伤 部网友 一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